对我先生的照顾 让他能够快点回家 不要哭 面对镜头 请和丈夫抗议近一个月 终于康复出院 农夫家族障息 流下感动的泪水 因为丈夫出院这天 正好是公公的名单 这些护理人员的虚心照顾 被吞群聚感染案 造成21个人确诊 农夫家族的大家长和老太太 先后病逝 家属当时正在隔离治疗 无法外出善后 只能又嫁到外地的大姐 处理父母后事 农夫家族成员想起康复 解除隔离 也洗刷染疫源头的污名 但接待万华亲友 因此染疫的邻居 却开始遭到淋漓间指责 医院和家属则表示 染疫就像不小心感冒 谁都不愿意 拜托别让疫情伤害 几十年来 又好的邻居 据310分林卫志孙宇丽台中报道 启点赞 订阅 朗 炕